各位观众您好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中国新冠疫情趋换 国际之间开始放松对中国入境旅客的检测要求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政府计划在10号取消对中国入境旅客的新冠检测要求 另外韩国在解除冠病落地检要求之后 11号起将在撤销中国入境旅客出发前进行冠病检测的要求 华尔街日报报导 根据1月5号生效的一项拜登政府的指令 从中国、香港跟澳门入境美国的人 在出发之前要提交新冠检测的阴性报告 当时美国官员说这一类的限制是必要的 因为中国各地出现了致命的感染潮 并指出中国政府对感染潮的规模 或者是具体病毒变种等资讯缺乏透明度 尽管拜登政府官员表示发布旅行禁令是出于公共卫生方面的考虑 但是做出了撤销指令的决定 正值美国上个月击落了一个疑似中国间谍气球之后 两国关系不断恶化之际 最近几个礼拜美国还言辞警告中国 不要在乌俄战争当中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跟弹药 去年12月中国政府放松了严格执行的动态清零政策之后 中国出现了一波急剧的疫情爆发 知情人士说美国政府将继续监测中国的新冠病例情况 并在美国机场进行自愿的基因组监测 根据美国政府掌握的证据显示 中国的病例、住院人数跟死亡人数正在下降 关于中国突然加剧的疫情相关资讯也越来越多 今年早些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担心中国短报跟新冠相关的死亡人数 并且表示北京方面对中国政府 不愿意提供资讯的说法非常的敏感 世界卫生组织也指责中国官员在多个方面 并未提供充分的数据 当时有报道指称 中国的医院人满为患 火葬场不堪重负 美国表示 中国提供的有关前述病例激增的监测数据有限 而中方拒绝了美国提供更多疫苗的提议 拜登跟美国政府先前还向中国施压 要求要提高有关新冠病毒溯源的透明度 尽管美国能源部披露了一份评估报告 表示新冠疫情最有可能源自于中国一个实验室的泄露 但是白宫已经表示 美国政府内部对新冠病毒的来源没有达成共识 美国能源部对上述疫情起源判断的信心程度为低度 而美国众议院新冠疫情问题特赦销组委员会 定于在8号就新冠溯源来举行首次的听证会 将出席听证会的证人 曾经表示新冠病毒可能是从一家实验室泄露的 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韩国卫生官员宣布 从11号起 韩国将不再要求来自于中国的旅客 出发前来进行冠病的检测 韩国政府从今年1月2号起 要求来自于中国的入境旅客 出示行前核三阴性证明 并且接受落地检 还暂停发放中国公民复含短期签证 但是随着中国冠病疫情放缓 韩国政府3月1号开始 不再对中国入境旅客实施落地检 韩国也恢复了签发中国公民复含短期签证 中国当局3月7号公布国务院机构改组方案 其中包括了取消中国银行保险监管机构 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作为国务院指数机构 将中国证监会调整为国务院指数机构 以及成立国家资料局等等 同时有报导指称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为了加强对金融系统的控制 协调跟决策 可能会恢复中共中央金融委员会 并且任命自己的一位亲信 来担任这一项要职 美国之音引述路透社7号的报导说 根据新的重组方案 中国银报监会将会被取消 其职责将归属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统一负责除了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 目前中国对金融业的监管 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跟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来共同负责 由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来统筹 此外这次的重组 还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由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 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导 未来不同的金融市场 包括股票债务跟保险 将以更全面的方式来监管 同时金融市场的监管跟行业决策 也比以往更加的融合 报导还说 中国还将成立负责统筹资料资源分享 跟发展的国家资料局 由国家发展跟改革委员会来管理 有分析表示 对于网络监管的职责 仍然由中央网信办来负责 同时重组方案 还将国家信访局由国务院办公厅 管理的国家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并且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 此外重组方案还宣布了精简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5% 收回的编制主要用于加强重点领域跟重要工作 对此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时事评论人士碧海涛表示 这一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反映了经历三年新冠疫情之后 中央财政面临到困难 新组建国务院直属的金融管理机构 表明了中共拢权对金融经济采取更严厉的规管 预防所谓的金融风险 组建新的金融管理总局 把证监会保监会统合成为国务院直属的金融管理总局 这对中国金融市场来说是趋向于严格的 江西金融学者宋德负责认为 中共要将金融跟数据安全直接全盘的掌握在手 以确保政权的安全 他说国家政权的安全跟金融的安全都在数据当中 个人账号每转一笔资金 大数据马上就会显示 而且去向也就知道了 大数据是一张天网 实际上管控不可能会放松 中央早就已经演练过 在疫情期间 数字起到的作用大到可以影响人们的智力 他相信当局对金融跟大数据的控制措施 很快就会落实到银行等金融机构 另外根据彭博社7号的报导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中共当局在考虑恢复2003年 撤销的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以让中共高层能够进一步的控制金融政策的制定 而习近平的亲信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将内定担任主任 报导援引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指出 预计接替副总理刘鹤职务的习近平的另外一位亲信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 也被考虑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的职位 报导表示 如果何立峰以副总理的身份 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 这将是1990年代前副总理朱镕基时代以来的首次 将提升央行在金融监管上的作用 凸显出价值60万亿美元的金融领域 对于中共的战略重要意义 报导说 这个潜在的任命跟重组金融监管系统 将使得有关主要经济政策的决策 集中到更少数人的手中 有助于习近平的集权 习近平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台以来 一直不断地集权 通过担任多个中共中央领导小组的组长 来大肆地染拳 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上 习近平成功地打破中共几十年来的惯例 连任第三个总书记的任期 并且在政治局内冲刺自己的倾心 报导援引分析说 何立峰毫无疑问的 跟习近平的关系远比中国人民银行 现任党委书记郭树青来得更加的亲密 如果何立峰取代郭树青 市场可能会视为习近平加强了 对央行更加直接的监管 彭博社还报导说 中共第二十大中央候补委员 中信集团党委书记 兼董事长朱贺欣 被考虑接替即将退休的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义纲的职位 中国的公安 金融触角持续的伸向世界 继中国广设海外警察局之后 近日来意大利发现 众多城市有秘密中国银行的存在 专为特殊客户提供特殊服务 将钱转移到中国 涉嫌非法洗钱达到数十亿欧币 此前加拿大也锁定当地有 华人银行支撑的 加拿大第一财富银行 怀疑该机构涉嫌到国安洗钱 已经在两年前展开调查 中央社报道 北京政府规定 中国人在意大利的钱 必须大部分回到北京 但是过去十年来 意大利的中国人向中国官方汇款金额 从2017年的50亿欧元 骤降到2021年的900万欧元 引发了当局的关注 报道指称官方调查之后 发现当地有秘密中国银行 专门为特殊客户来提供特殊的服务 包括了毒贩 受到乌克兰战争制裁的俄罗斯富豪 不想遵守中国银行在海外消费账户中 50万欧元限制的中国富豪 对此当地多家媒体都有关注报道 已报7号报道 有一家秘密中国银行 在罗马、佛罗伦斯、巴多瓦、普拉托、拿坡里 雷焦卡拉布里亚等地来设立分支机构 向中国转移数十亿欧元 涉嫌到非法洗钱 意大利调查人员称它为中国地下银行 共和报5号则报道 意大利金融警察正在调查跟了解此事 欧洲刑警组织已经向欧盟相关警察来发出警报 因为这件事已经不再是中国人 向祖国汇款的可疑个人操作 或者是小额招益的问题 而是一个在意大利涉及到庞大金额 非法洗钱跟讨税的事件 对此 意大利民主党参议员波尔吉 已经将上述问题提交给参议员 同时询问内政部长跟经纪部 是否了解此事的发展 跟要如何回应 以及是否对现在进行的调查 跟干预监管框架 给予权利的支持 控制逃税问题 防止类似的事件在未来再次的发生 事实上过去几年来 意大利洗钱案时有所闻 像是2017年 意大利控告中国银行米兰分行洗钱案一事 犯罪的事项就包括了造假 贪污 非法剥削劳工 以及逃税等犯罪所得 中国在海外的金融问题不仅于此 综合媒体引述加拿大环球邮报的报道 有着华人银行称号的加拿大第一财富银行 引发了加拿大政府有关国家安全的担忧 加拿大副总理兼财长方慧兰 还对银行的三位创始股东发出信函 提醒他们可能会受到中国政府的胁迫 另外有金融机构指控他们可能参与了洗钱的活动 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政府准备要撤销该银行的牌照 但如果这三名股东大幅地出售他们的银行股份 政府可能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2016年加拿大第一财富银行被批准成为加拿大国内银行 可以处理存款跟提供抵押贷款 在2021年的新闻公告当中 第一财富银行自称已经成长为一家 拥有超过4亿加币资产的金融机构 该银行的初始投资为5000万加币 美国当局加快封禁中国短影音社交软件抖音 国际版TikTok的脚步 美国两党议员在7号公布了一项最新法案 将赋予总统拜登禁止TikTok的权利 对此拜登表态支持 同时来自于美国45个州跟首都华盛顿的总检察长 6号也要求TikTok提交材料以便进行调查 综合媒体报道由民主党资深参议员华纳 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一同提出的最新法案 限制为集资通讯技术安全威胁法案 旨在赋予美国政府权利 阻止某些外国政府利用技术服务 导致美国民众的敏感数据 跟国家安全暴露在风险当中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也发表声明表示 白宫除了支持由两党跨党派参议员小组的这项法案 也敦促国会迅速地采取行动 将法案送到总统办公桌上 另外美国之音报道 来自于美国45个州跟首都华盛顿的总检察长 6号要求TikTok提交材料 这些地方司法部门正在对TikTok影响青少年用户心理安全展开调查 这项调查从去年开始展开 当时包括了加州、麻州跟田纳西在内的八个州 针对TikTok启动了具有两党性质的调查 焦点是这款深得青少年喜欢的影片分享软件 是否违反了各州有关消费者保护的法律 TikTok目前在全球拥有超过10亿用户 其中美国用户约有1亿 并在年轻族群当中成为一种文化流行 让外界普遍认为是这项法案所针对的明确目标之一 纽约时报指出近日来美国、欧洲跟加拿大 纷纷以安全威胁为由来封杀TikTok 但是为何各国对这个中国北京字节跳动 旗下的应用软件如此的忌讳 追根究底的主因就是中国政府 现今不少西方国家越来越担心 TikTok跟字节跳动 可能会把位置资讯等敏感的用户数据交给了中国政府 而且中国政府也只有可能利用TikTok的推荐内容 来借机传播大量的假消息 黄纳表示这项法案让美国商务部 得以对TikTok等构成国安风险的科技技术 施加包括禁止在内的多项限制措施 美国纽约时报跟德国媒体都报道 最新的调查跟情报表明 北溪二号管道去年九月的爆炸案 可能跟亲乌克兰的团体有关 但是乌克兰当局否认涉入 德国之声报道 美国官员审查的新情报表明 一个亲乌克兰的组织 去年对北溪管道发动了袭击 这是朝着对此破坏行为 确认责任归属迈出的一步 这场破坏行为几个月来 一直困扰着大西洋两岸的调查人员 纽约时报7号报导 一些官员认为 乌克兰及其盟国 最具有破坏管线的潜在动机 他们多年来一直反对该项目 只称其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因为这将使得俄罗斯 更容易向欧洲来出售天然气 美国官员表示 他们对造势者及其隶属关系 知之甚少 对于信搜集到情报的审查表明 他们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反对者 但是没有具体的说明该组织的成员 也没有具体的说明 谁指挥或者是资助了这次的行动 美国官员拒绝透露情报的性质 获得情报的方式 或者是情报所含证据强度的任何细节 他们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结论 这表明了该行动可能是由与乌克兰政府 或其安全部门有联系的代理人私下进行的 审查情报的官员表示 他们认为破坏者很可能是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公民 或者是两者兼具 美国官员表示没有美国或者是英国国民参与其中 审查了新情报的美国官员说 这些炸药很可能是在经验丰富的潜水服的帮助之下安放的 这些潜水服似乎并没有为军队或者是情报部门工作 但是造势者过去可能接受过专门的政府培训 但是美国官员们表示他们没有证据表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或者是他的高级副手参与了这一次的行动 也没有证据表明造势者是在任何乌克兰政府官员的指示下行事 乌克兰政府跟军方情报官员表示 他们没有参与这一次的袭击也不知道是谁发动的 美国官员们表示 美国间谍机构及其欧洲合作伙伴 对于所发生事件的了解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 但是官员们表示 这可能是几项严密调查得出的第一个重要线索 其结论可能对支持乌克兰的联盟产生深远的影响 乌克兰直接或者是间接参与的任何暗示 都可能破坏乌克兰跟德国之间的伟妙关系 削弱德国公众的支持 德国公众以团结的名义吞下了高昂的能源价格 德国报纸时报周报报导指称 调查爆炸事件的官员还发现了有迹象表明 造势者跟乌克兰有关 不过该报补充说 他们尚未确定是谁下令发动袭击 而在德国公共广播公司的报导当中 几个国家的消息来源表示 调查人员已经确定了巨星进行破坏行动的船只 一遭由波兰公司租用的游艇 其所有者是乌克兰人 报导指称海上行动是有五名男子 包含了一名船长 两名潜水夫跟两名潜水助理 以及一名女医生执行的 根据报导使用未照护照的可疑破坏者的国际不明 时代周刊表示 这群人在去年9月6号 也就是爆炸发生前的20天 从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北部小镇 罗斯托克出发 随后抵达丹麦的克利斯蒂安岛 根据报导这艘船最终一味清洗的状态 归还给了他的主人 而调查人员在船舱里面发现了爆炸物的痕迹 对此美国国安会发言人科比表示 拜登政府将等待对德国、瑞典、丹麦的爆炸事件 进行正式调查的结果 得到结论之后 再考虑采取哪些后续行动比较合适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